等等 我觉得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而且本身我们是第一个跳跛 结果后来之前做了两个跳跺 觉得更ció Saya 还是它时间达成级 不是很听权的一个 有些事情 有些ут Gün 就包括你们那个Sentiment Topic 还有这个Trend 还有包括Crawling 就每个人的这个部分 其实对你们来说 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都是有一个很大的Learning 这样的原因 然后包括最后一节目 我觉得我想Poche你们一下 最后你们还是很好的完成任务 我觉得还是不错 当选择两项目 也是想一个是让你们增强一个 从这种CM的转据 去换成跟Product相关的这样 你如果去做产品的话 你可以跟它能够结合起来 去Sentiment的这种发展 然后另外那个Uber 比如说你要是做这个 跟任何这种Mobile 或移动相关的一起的关系 现在也是有的 很多的东西相关 包括Uber啊 Learning 你都可以跟那种搭转的关系 在你去找工作的时候 其实说Near 其实对你班 你觉得Near很重要 我们做两次 对不对 就是从找工作的下 如果你要是申请的话 我觉得 咱们应该去 就是去Sentiment 去Sentiment 做这个 这个 这个 做一个 这些 这些 还有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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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了 知道 我说了 知道 你 因为你一定要在这里找到自己的 就这样可以 所以那种感觉到一会儿就会比较清楚 有时候看我参加的项目之前 我也没有参加我的这种 做设施项目 如果没有这方面经历的 连些医院去想到 拥有能力 而去新院一下 可以让我尝试 这种有一种 就比较贴近真实的 可以让自己去参观这种东西 自己在做这个东西 就是比较有赞予的感觉 我觉得 乌克人这个项目有点好的地方就是 它可以让我去 凭力 获得这些 真的是来源于 跟我同现实的一些时间分析的情绪 然后去做一些分析 虽然我感觉这个比较我感觉还挺真实的 我的话就比较喜欢也是出具真实感 但是是因为它是能带来一些 就是在课堂上可能体现不到的现实问题 比如说就是想出现用户给别人带脚车 或是因为一些别的原因 它的GPS是出现不同 因为这些一般在课堂上做project的时候 这些东西一般都不会考虑的 但是放在线上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觉得对 就是起码说跟你们都是很想进步的 就起码是想 pursue excellence 你是想做也不用别人不一样的事情 不想就是stay where you are 这是个非常好的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照片 后人有这么多很好的优费的resource 可以给你们很多很多很多的渠道 然后我们其实很希望你们来看 我们之后有一些很好的这个程序 对吧 我觉得在我们今天的这些时代的 我们的渠道可以进去很好的事情 我们的渠道可以进去很好的事情